为让亲子间有更多的互动机会 卢州幼儿教保协会日前特别在 卢州国民运动中心举办闯关活动 不少爸爸妈妈和小朋友一起参加 度过欢乐又有趣的一个上午 广阔的室内运动场上 在卢州幼儿教保协会的精心设计下 可以看到一个又一个的关卡 这场结合游戏和运动的闯关活动 让亲子有更多的互动机会 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所以我们卢州幼儿教保协会 我们希望提供给孩子一个健康快乐的成长环境 所以我们觉得说亲子关系也是非常重要 所以在我们今年办一个 106的卢州区的精灵宝贝亲子床通关的活动 那就是邀请爸爸妈妈来陪着孩子玩游戏 促进彼此的亲子关系 不少爸爸妈妈特别把工作排开 就为了和自己的孩子一起参与 尤其都会区的幼儿园活动空间可能不大 对于活动会场的设计都很肯定 对因为毕竟学校的场地是有限的 那再加上他们如果可以跟其他学校有其他的交流 我想在对小朋友的发展上是一个很好的 因为他们可以间接触到其他的小朋友他们的方式 然后跟他们学校的自己的方式 小朋友可能会彼此会有成长 这次主办单位广邀卢州区的各个幼儿园一起参与 虽然碍于关卡设计以及活动场地的限制 不是所有的孩子都能参加 但是会场还是挤满了大小朋友相当的热闹 记者房间凯琳锦鱼卢州采访报导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